大家好,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我是林萧然 如今,提起脸书和其CEO扎克伯格 人们首先想到的不再是那个互联网浪潮所创造的奇迹 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隐私泄露丑闻 脸书因去年减入数据滥用丑闻后 在今年7月刚刚承担了5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令人意外的是,50亿罚金消息落地后 脸书的股价竟然上升了1.81% 看来投资者对于脸书的隐私丑闻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事件还未平息,脸书再次因为隐私泄露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引发人们思考,在互联网靠大数据竞争的时代,隐私还有救吗? 根据外媒的报道,一份最新被泄露的脸书文件被曝光了 为了邀请其他公司参与合作 扎克伯格将其用户的数据作为谈判筹码 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脸书会授权合作伙伴 优先访问脸书用户的数据权利 这些数据包括好友信息、关系和照片等 而禁止部分竞争公司访问同样的数据 为了压制竞争对手 比如亚马逊就有访问脸书用户数据的特殊权利 因为亚马逊是脸书的合作伙伴,在脸书上购买了广告 而一个短信应用程序Messenger Me 因为太过热门,恐对脸书的Messenger构成威胁 而被禁止访问同类的用户数据 这份文件一共包含大约7000页 其中近4000页为公司内部的通讯 如邮件、网络聊天、备注、演示文稿和电子表格等等 时间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 约有1200页内容被标记为高度机密 文件显示脸书计划对外将这些措施 粉饰为保护用户隐私 现在脸书尚未就这些文件公开做出评论 但是也没有质疑文件的真实性 追溯近年来脸书的隐私泄密丑闻 最大的一起是在去年3月 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英国公司被曝 以不正当的形式获取了870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 这个丑闻中脸书没有遭到黑客入侵或者是网络的漏洞 而是把用户数据转手给了剑桥分析 丑闻最终打到了法庭上 最后脸书以支付高达50亿美元的和解金结束 之后脸书也多次被曝出网络漏洞和隐私泄漏 但是都是不了了之 为何脸书总会被隐私丑闻所缠身 除了自身的问题之外 恐怕还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形容那便是数大招风 脸书在全球用户超过20亿 但也正因为脸书的用户过多 掌握的数据资料太过庞大 脸书已经成为了一个大数据的收集工具 特别是用户对脸书过分依赖 让脸书成为了一个制造回生史效用的绝佳平台 商家政客可以在脸书上购买付费的广告 利用其作为宣传平台 有分析说 今天的脸书实际上已经沦为了 争夺受众的赚钱及政治工具 虽然脸书的隐私丑闻 促使各国包括美国加州地区 实施消费者隐私法 但是仍然治标不治本 因为一切的根源是网络公司 依靠拼大数据取得利益的事实 已经很难逆转了 脸书在2017年盈利高达406亿美元 其中399亿美元来自广告的收入 占总体营收的98% 若是法律禁止脸书使用用户的这些数据 然而这意味着商家不能再依赖广告 吸引客户 脸书不能再在广告上赚钱 98%的利润会消失 对脸书来说是不切实际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不光是脸书 搜索引擎巨头谷歌 也成为了大数据的收集者和受益者 该公司运用了非常复杂的算法 在用户查询相关资讯时 可以与所有可得的数据进行匹配 谷歌通过我们浏览的网页 了解我们的喜好 然后再推送 我们可能会感兴趣的产品和内容 对于谷歌和脸书来说 大数据就是获得更多用户的工具 全球最大的电商公司亚马逊 大数据的应用被称为推荐引擎 通过收集客户在网上浏览和购买商品的信息 再推荐给有类似消费习惯的用户 可以说 在现代社会 应用大数据就是拥有获得更多利益的筹码 虽然科技公司利用大数据技术的战争 使我们消费者受益 但是同样的恶意利用大数据 也可以影响政治和操控言论思想 如何监管互联网是一个棘手又艰难的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 隐私如何保护 只能被如此廉价的售卖了吗 正如苹果CEO库克所言 我认为最好的监管就是没有监管 也就是自我监管 但我认为现在已经太迟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旧金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旧金山就在栏目下留言 与我互动 我是林萧然 下期再会